玉璃正名广场前 东侧的亲子无障碍厕所旁 有一棵顶高的椰子树 疑似有落果还有落叶的危险 因此正公所也呼吁大家 行经时要注意人身安全 玉璃正名广场的前身是玉璃国小 由于地处地震带上 十年前玉璃国小搬迁 现值改为正名广场 目前是正名重要休闲游气之处 常常办理各项活动 游客非常的多 不过近日一棵五层楼高的椰子树 结实累累 民众反应目睹椰子果实掉落 有造成民众人身安全危害之余 公所立刻则成夜管客室 在这个附近张贴警示标语 并且围棋警戒线 告知民众经过时注意人身安全 因为我们这边正名广场 很多民众会来这边休闲 为了安全起见 所以我们现在先把它封锁 那未来我们再考量 是不是把它移除掉 野果长20到30公分 重约3公斤 若是重力加速度掉落砸伤 力道约为29.43牛顿 是非常严重的 公所考量保护树木 以及人身安全的两难情况下 目前先设立起标语 以及警戒区域提醒民众物靠近 行进时注意人身安全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